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福建平潭牛山岛沿海 今日举行实弹设计 仅值十五 这是福建的海事局公布的 10月21号发布的航行 这个平潭我们都知道 这是我们演练两栖登陆的 这个演习场 意思意味着我们正在演练 两栖登陆 没毛病吧 我们说这个 2024B演习没有两栖登陆 其实我们现在给加上了 这个牛山岛是北纬25度 25分48 东京119度 56 为福建省平潭县东部 是领海基点之一 中国领海基点之一 牛山岛距离东部偏南的台湾岛 台北市直线距离是165公里 我告诉你 如果从演习 就是登陆演习直接转变成 就是抢占登陆行动 160公里 你算一下 他这个登陆时间 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他是处于台湾海峡南北交通要冲 就是设有牛山灯塔 塔高24米 设成能到45公里 东南南沿海最大的一个灯塔 牛山岛的位置还是非常高 距离台北也很近 如果在这开始就演习 然后随时转成实战 台军没有享用时间 另外咱们结合武夷山机场 现在据说也已经开始 11月11号起开始停航 维修 说是维修 和福建的福州的机场控流 控流实际就是 应该是有军用的一些飞机 所以民航要给让路 11月1号起停航 注意啊 武夷山机场 11月1号 这个面对台海 这个是一个居民两用机场 实际跟那个石强河 当时我去石强河 他那个机场也是居民两用 包括东北很多机场也是居民两用 有些下危机后不容易拍照的 我亲眼见到石强河那边 停着中国的剑16 但是不能拍照 就是这种居民两用机场 现在11月份准备停航 意味着什么 说是要维修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军方要进入 加福州的机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能武统 可能越来越近了 美国大选可能带来变数 武夷山机场10月16号公路的刚落 机场跑道要修 从24年的10月1号起 暂停所有航班 航班运行了 什么是恢复要另行通知了 它是军民两用的 就是这个作战需求 现在看武夷山机场的距离前线 其实是台湾的导弹 要想打的话 还真是够不着的 它对出动长城导弹 长城导弹数量有限 那也积极什么 意味着真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可能在演练的就是武统了 另外解放军也在做 应该是核战演习 这是我们刚发射完东风 31AG 之后我们就做的是核战 临战武器检测之后的 应该是核战末日背景下的数据通信模拟 主要是检查 检验防核数据链通信设备 抵抗核攻击能力 再结合美国的B2区澳大利亚 我一会再讲 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叫坦白了 正式坦白 这些演习都不是白给的 数字意义上看 数据链指的是传输数据链连路 它有别于通信数据 数据通信 鉴于数据链是现代战争的一个 重要的组织部分 那就是军事领域现在非常关键 一般认为数据链 就采用无线通信网络 应用协议 包括海陆空三军数据链系统 实时传输等等 就是战区各种的指挥控制系统 各战区的各种作战平台 对吧 可以如缝衔接 那就是说解放军在检验的核战状态下 我这个数据链能不能继续用 现实意义上就是联合作战 没有数据链就没有联合作战 现在战争中能保持数据链正常运作 就代表你的这个护进保障能力 说你的能力能扛入核战 没有了数据链 核战就不要打 现在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 更是这个态势感知 信息战 就谁能在冲突中获得更多信息 更精准信息 你就决胜 欧冲突不就是典型吗 那核打击下 仍能保持自己的数据链 通信设备正常使用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根据现在这个媒体报道说测试是一枚当量 一枚大当量核弹在距离地面数十公里的平流层爆炸 爆炸以后据说产生高空的电磁脉冲波 然后电磁脉冲对我们的通信链路冲击 那么我要检验这种环境下 解决通信数据链的生死能力 结果我们要武统 然后我们就试核战 美国如果要打核战 我们奉陪 看到吗 这个决心 据说报道说 美军标准的要求都要求防电磁脉冲的 你的通信设备必须防电磁脉冲的 能够承受相关的高强度电磁脉冲 据说电场强度要达到50 这个单位咱们不知道 但是据说测试中 中国要强度达到80 就比美国还要高30 然后保障设备不能受损 数据链网络短暂中断以后 可以迅速恢复 我们标准比美国还狠 美国只是50 或者是80 就中国核防护技术优越性能 现在看相关的核防护 那为应该核战 据说中国有地下核工程相关的整套设备 确保万物一失 中国核防护工程 实际就是防B2 你看B2需要澳大利亚 除了我们的数据链 大多是埋在深 地下的不是建在地面 地表的 所以你核冲击波 不影响我们的地下 你看有很多挖掘 把地下军用钢光栏给挖出来 立刻判多少年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地下在埋着这种国防 疯了 这就是核战用 这个数据通信设备 你的防御力 埋在地下 当然数据通信设备处理能力 特别人工技智能技术 你的计算机 你的处理中心 也得埋在地下 这种复杂电动环境下 还是地下比较安全的 最坏的打算就是 一旦爆发这种大战的话 比如有核战风险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保证 我们中国周边通讯继续上动 刚才讲了B2 这个B2居然是绕了一个远路去澳大利亚 这一点就告诉咱们 美军准备的就是 对我国的所有地下设施 进行定舰打击 就是核战 因为它投的不一定是钻地弹 美空军用B2 对野门胡塞武装攻击 这个不简单 为什么呢 这次一个对中国释放的 一个强烈信号 因为鸿海那个胡塞武装 它就没有能力去发现B2 你完全可以用别的F15去干 很多人认为 有人说B2是可以本土起飞 不租建你基地 但是你别忘了 你还有德哥加厦 你还有很多基地 你为什么跑到这个 B2 就澳大利亚的军方公布的细节 你看 吴贾德鲁特意让他去了澳大利亚 这个澳大利亚就不是奔着中东的 德哥加厦完全可以说是符合去中东的 但是澳大利亚是奔着朝鲜 而包括中国 而不是奔着伊朗去的 他特意在给中国修鸡肉 B2是进入并越过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这是他明确官方的公告 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澳北部运营一个大型的达尔文困军基地 B2可能从这 我想不是从这起飞 应该是从这着陆 完成加油等等 在空中进行完成加油 咱们中东地区的基地有大量的 他都具备降落B2 B2上千上万公里起飞 然后特意跑到澳大利亚来空中加油 这个英国其实也完全可以从英国基地起飞去野门 他为什么要跑到澳大利亚去起飞 印度洋德哥加厦更近 也就是说五甲道的目标就不是伊朗 或者不光是伊朗 在达尔文基地其实选择完全打伊朗 完全浪费 最好的理解就是他绕一下 占威慑目标就不在中东 而是什么 而是你从澳大利亚画一个圈 这个达尔文基地画一个圈 他威慑的 对吧 大多数的是什么 是中国 对吧 就是澳大利亚能够得着的 能够得着打击范围的 那就是这个地区 有谁啊 不就中国吗 只有中国 连俄罗斯都不满足 所以美军用B-2对胡塞武装 进行超远程距离的空袭 明显象装武器一带排空 为什么要B-2 原因就是他的距离上 达尔文空军基地 你看距离广东 广西 海南 只有4000公里 他距离比英国野门之间的距离 要短1000公里 B-2不用加油 就从英国直飞野门 然后再返航 他也不行 自然也就没能力 打我们 打这个野门 对吧 不加油 但是他4000公里是完全可以什么 不加油打中国东南海 他完全可以 或者加油再往深 打中国的纵深 武汉 相比一下中国的轰六需要前出到南海部署岛礁上 然后才能在航程上大概一起覆盖澳大亚北部 我们单导的能打澳大亚这些机场 北部机场 但是我们的轰六补刀去不了 我们的05现在出现在澳大亚周边 去了斐济行 南沙作为中美的博弈前线之一 在中美爆发冲突的时候 这个机场是不能起降 完美完整性你不能保证的 所以很难在这建立第一波的起飞基地 那现在战略轰炸机本质上就是空地导弹发射架 所以远程打击 打击范围其实取于你的航程范围 那么也取于你自带的导弹的射程 那么B-2杰达姆等等这些导弹 它射程能超过900公里 贾斯姆包括它在南海中部发射的话 就可以对中国的南海沿海地带进行覆盖 B-2有机会在未来 如果换上能打1600公里的导弹的话 以为什么B-2在南海发射 只要你反引式雷达测距之外 它就可以完成对中国内容打击了 这个是不容小区威胁 因为中国的反引式雷达技术虽然强 但是也没有到可以发现上千公里外的B-2能力 所以澳大利亚的B-2 对于华人来说是个最后底牌 打中国的最后底牌 不过B-2威胁很大 但这个问题是我没有办法解决 事实上澳大利亚很远 但是解放军轰流 尽管难以触及 但是美军依赖的远程打击力量 是它的空军 我们可不是 我们是依赖的解放军 火箭军 远程打击力量向来是火箭军的最核心的武力 四五千公里我们打轰流 轰流过去 空军过不去 但是我们东风26是不可以过去 习主席现在刚检查完我们的东风26 东风26以下给你量二十个 就是我们不需要澳大利亚建立对等的炸力轰炸 不需要空军 我们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东风导弹上去 美军那边的B-2虽然数量少 它现在总共有19架现役 那也说能动的也就是34架 那么这点东西你挂满弹的话 要投送的话 再加上被打掉的话 其实它也就是两个波次就没了 全部被打掉 考虑到火箭军对澳大利亚基地是可以无限量的 这种导弹攻击是可以无限量的 可以反制澳大利亚的起飞基地 那意义说B-2到底能够 在这次中美如果搞核战的话 那几个波次 你能扛几个波次 你可能你回去落地就再起不来了 这个基地就被炸了 你丢几枚弹可以 但是你能再丢第二次吗 可能不行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澳大利亚并不是美军 它尽管是美军最后底牌 但是并不是美军 现在能够威慑中国的牌 我会让你来看看 感谢观看